欢迎来到骚卖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 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视频 这里是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颜值加资源 不等于实力 为什么拍戏主角没有配绝火 迪丽热巴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沦为金英杰颁奖史上最大的笑话 2018年26岁的迪丽热巴 在金英杰上拿了个史无前例的大满贯 如果迪丽热巴仅仅是金英女神 又或者她拿到的仅仅是比拼人气的水晶奖杯 或许没有人质疑她 可偏偏她拿下了代表着演技的金杯 而且还是靠着一部翻拍韩国的烂片拿下的 没错正是这部9万人 给出3.5分的漂亮的李慧珍 更滑稽的是当达康书记和赵德汉老师 看到获奖名单时 满连鞋满了嫌弃 很显然两位老师都觉得难以启齿 在看看中奖名单公布后 和申和同掌柜的反应是不是 和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一模一样 更讽刺的是这是还登上了韩国热搜 人家韩国网友说了 天朝凭借着他国的三流剧本 获得了国内的各种主流奖项大满贯 就这样迪利热巴成为了金英节 颁奖史上最水的金英水后 甚至有不少网友感慨到 迪利热巴到底得罪了谁 为了让他被群朝特意举办了一届金英节 也难怪当年与迪利热巴竞争的女演员 随便拉出来一个都比他强 无论是欢乐送中的刘涛、杨子 还是那年花开月正元的孙丽 或者我的前半生中的 源泉鸡毛飞上天里的樱桃等 跟这几部作品比热巴得漂亮的李慧珍 怕是连提名都不配 可讽刺的是他就是靠着这样一部烂片 打败了这么多的实力派 与其说有些人是招黑体制 倒不如说他们根本就没有认清自己 2010年33岁的胡歌 凭借9.4分的狼牙榜 和8.6分的伪装者拿下双料式地 而不少网友发现胡歌 在金英节现场的小细节 可谓是十足暖心 当颁奖嘉宾喊出最具人气男演员是胡歌时 胡歌在现场深深的鞠躬之后 紧接着走到李雪剑老师面前拥抱了他 并且在他耳边说了四个字受之有愧 而迪丽热巴在2018年凭借9万人 打出3.5分的漂亮的李慧珍拿下大满罐时 却在社交平台写道 一切只是开始什么意思 你都拿大满罐了 还一切只是开始 要知道你可是比大宝贝都厉害的女人 大宝贝做梦都想得到的大满罐 居然被你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拿下了 更离谱的是迪丽热巴的粉丝居然认为 热巴的大满罐是实至名归 还叫嚣着奖杯在手 笑看疯狗小编真想把唐国强老师的那句话送给你 很多人都说迪丽热巴是资本的牺牲品 是的曾经的热巴也被观众称赞过演技好 无论是他的处女作阿纳尔罕 还是那部让他大火的克拉恋人 都算得上市可圈可点 就算在抄习剧三生三世里 他演的小凤酒也是娇翘可爱漂亮迷人 可惜的是抱红厚的热巴 品尝到了流量带来的好处 一次次的被资本驱使着 出演毫不费力的傻白甜角色 很客观地讲如果没有资本从中作梗 热巴绝对是一个很努力的艺人 从13年出道至今他几乎全年无休的都在工作 更是7年拍了将近20部影视作品 就连楼一宵都在节目中吐槽 为什么说迪丽热巴是杨幂的复制品 当年迪丽热巴凭借9万人 打出3.5分的漂亮的李慧珍 拿下了金英杰颁奖史上史无前例的大满贯 而这个奖也成了迪丽热巴演艺生涯中最大的耻辱 当时就有人说热巴完全走上了 自己同门师姐杨幂的老陆了 杨幂作为迪丽热巴的幕后老板 他用自己的血泪时验证了黑红路线的可行性 所以他直接将这个套路复制到了迪丽热巴的身上 杨幂出演古装偶像剧 迪丽热巴也跟着出演古装偶像剧 杨幂跟自家的男艺人炒CP 迪丽热巴也是杨幂打电话 搞工作人员 迪丽热巴更狠删除工作人员的文件 走傻白田路线 杨幂秀机场街拍走时尚路线 拿高端代言迪丽热巴更高级 直接晒秀场走秀 拿更高端的代言 而且迪丽热巴还具有已婚的杨幂不具有的优势 那就是可以跟合作的男明星炒CP 从陆寒到陈伟婷再到高伟光 张冰冰等 迪丽热巴大概是贵圈最容易有绯闻的女明星 甚至迪丽热巴一个又高又瘦的女明星 竟然还卖起了吃货的人设 可以说在资本的运作下 迪丽热巴从一个毫无代表做的女人 靠着炒作和颜值一飞冲天 多少演员梦寐以求的跑男和急挑 迪丽热巴也是说上就上 所以就有人说迪丽热巴获奖是实力派 在流量派面前的又一次彻底失败 其实大家愤怒并不是冲着迪丽热巴 它也不过是置身资本圈里的一颗棋子而已 大家只是觉得资本把观众也当成了傻子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 请在互动评论区分享给更多人看到 并提供反馈 请点击订阅按钮 以免错过我们的下一个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 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您观看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